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2月10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咱们先来看关于泽连斯基的出访 首先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欧洲议会峰会的消息 重点有两个 一个是各国重申谴责俄罗斯并表示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 另一个是泽连斯基已经得到一些欧洲国家的承诺 将会援助乌克兰作战飞机 但不是眼下立刻送达 据乌克兰记者报道 泽连斯基于9日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与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 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毫无疑问,我最受鼓舞的是欧洲将与我们同在直到胜利的声明 他说,今天我从一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那里听到 他们准备向我们提供必要的武器,包括飞机 他补充说,周四他还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一系列双边会议 战斗航空的话题将得到必要的关注 当然,我们都理解,培训飞行员和建立后勤防护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警告说,即使乌克兰的欧洲盟国决定向基辅派遣战斗机 也无法在未来几周内派遣 这不是马克龙推诿 即便最铁杆支持乌克兰的英国国防部长版华莱士也说 台风很拿马上给 他认为,英国若供应乌克兰战斗机的话,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因此,伦端现在更加专注于为乌克兰提供气带防空支持 华莱士还认为,对于乌克兰紧急的空中支援和对移动部队的支持 可以通过供应远程武器和无人机来解决 他说,即便战争结束 英国仍有必要长期向乌克兰提供飞机以确保乌克兰的国防安全 本华莱士说,这并不简单 英国知道乌克兰需要什么 并且非常乐意以多种方式提供帮助以试图取得成果 可以实现相同的效果 但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无需花费数月时间 他还拒绝了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向乌克兰提供100架台风战斗机的提议 由于他们是由不同国家的联盟生产的 因此将他们送到乌克兰需要得到这些国家的许可 另外,根据华莱士的说法 台风只装备用于空中作战,不适合对地攻击 好,咱们回到布鲁塞尔 荷兰表示,已经收到乌克兰关于提供F-16的请求 但荷兰国防部长说,这是个大决定 不可能下个礼拜就运过去 总的来说,西方各国已经看到乌克兰战场的实际情况 而且已经松口准备给报二,那么战斗机迟早也会给 美国已经开始培训乌克兰飞行员 英国首相苏纳克也说准备开始培训 所以,给战斗机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无非就是具体什么时候给到的问题 考虑到培训和后勤体系,包括作战支援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认为,乌军驾驶西方战斗机 在乌克兰上空形成战斗力并狠揍俄军的美妙场景 无论如何也得在下半年才能看到 今年应该大概率能看到的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拉恩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并宣布对俄罗斯的第十套制裁措施 他说,俄罗斯必须为造成的破坏和流血付出代价 在今后的几天里,我们将提出第十套制裁措施 我们将对一些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实施制裁 我们也将针对俄罗斯宣传人员进行制裁 因为谎言正在毒害俄罗斯和国外的公共空间 其次,伊朗的计划将包括价值超过10亿欧元的额外出口禁令 他说,这将进一步使俄罗斯的军事机器挨饿 并继续动摇起经济基础 这是真的 很多俄罗斯重型装备都使用了西方设备才能制造出来 详细情况呢,我们放到今天的第三个视频专门来说 这里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很生气 因为马克龙邀请泽连斯基和舒尔茨举行了晚宴 却没有请他 他抗议说,这样的做法破坏了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团结 法国和意大利之间最近因为一些问题闹得有点不愉快 这可能是马克龙没有邀请他的缘故 不过,尽管乌烟瘴气的网络里很多军盟博主 又要极力渲染欧洲的不团结 但其实啊,这么多年欧洲就是这么过来的 闹归闹,过归过 今天我们意外的发现了一则去年12月2日 乌克兰媒体发布的来自德国的军事援助的新闻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两个月 但今天看来依然有意义 图片中红框的部分是因为积分的缘故有错误 原文是2022年12月2日的 新闻称,德国提供了额外的7辆猎炮防空坦克 此时我们记得当时已经报道过 但有一个细节我们遗漏了 德国当时就随着这些猎豹附带了很多35毫米炮弹弹药 因此乌克兰方面据此认为 猎豹的弹药供应问题已经初步获得解决 但瑞士方面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放松 是直到上个月 也就是2023年1月才发生的事 而实际上在去年12月初 问题已经私下里解决了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 瑞士是永久中立国 按法律不能允许向正在交战中的乌克兰 运送瑞士生产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 但从道义角度 当时乌克兰人正在遭受伊朗无人际的狂轰烂战 乌克兰人正在与敌军浴血泛战 到底是中立原则重要还是道义原则重要 瑞士人显然经历了一番的煎熬 还好他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乌烟瘴气的网络里很多人信奉强权 相信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算计而没有人性和道义 网络里的许多军盟博主就开始撰文 称西方极其虚伪 德国和瑞士都不愿意因为回绝乌克兰人而担负道义代价 所以写出这样的信互相推诿责任 现在我们知道真相了 大概率是瑞士很早就已经网开一面 同时在议会做工作 逐步放宽对乌克兰武器出口的限制 去年底瑞士还拿出1亿欧元 援助乌克兰 正如瑞士议会中一些良心人士的说法 我们希望保持中立 但我们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这些话语我们在前天的视频中已有所披露 这则新闻里还有一个令人意外的细节 当时德国还援助给乌克兰一些米24直升机的备件 这个项目看起来令人困惑 因为北约国家不应该有这样的设备 追根溯源1990年德国统一时 东德大约有50架米24 这些直升机在1994年进入德国国防军服役 不久后就被淘汰了 这些米24后来给了波兰和匈牙利各18辆 还有一些被封传 现在因为也许能在乌克兰派上用处 于是德国人就援助给了乌克兰 这个细节再次提醒人们 德国虽然随近 虽然在援助问题上拖拖拉拉 但德国毕竟是西方国家 从开战之间 德国总的来说站稳了立场 给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其数量和质量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仅次于波兰 而稍微多于英国法国和荷兰 那些军王播主和俄小们 说西方国家四番五烈并不团结 私下里各种的撕逼各种的对着干 但他们有意无意忽略了许多事实 这是西方国家存在的方式 他们千百年来就是这样存在着 他们虽然看似吵吵闹闹 但在大事发生时也毫不含糊 自开战之间 欧洲和美国一起向乌克兰提供了海量的军事援助 和经济援助 正是在这些援助的作用下 正是因为乌克兰人的勇敢和团结 才沉重打击了俄罗斯人的胡作非为 挫败了俄罗斯人的野心 我们虽不希望德国拖拖拉拉 但更不该否定他们秉持着相同的价值观 并且坚持了人类的基本斗意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寇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稍后再会